很寬敞一些,13号线的载客量最大,创进度达到3400多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比我们平时常坐的地铁再多装三分之一的人 而且我发现这个车厢的一些细节还是很人性化的 比方说,像这个抓手感觉比以往的线路要更低一些 像我的身高有1.64米左右 那么我站在这里不用颠讲,很心终的就可以进行抓握了 广州地铁13号线的设计时速去到100公里 住在增城新唐的街坊,最快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广州市中心 每个站台都设有洗手间,模型休息室,共享雨傘租借 车站里面有自助服务机,乘客可以自己补票款 出站就有适合行李和婴儿车的超阔杂机 很快捷,又看起来很舒服 它好像比之前做的1号线那些都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 是,就是不错的真的 随着年底4号线南延段,9号线一期,13号线一期,14号线知识成知线 这四条新线的开通,广州地铁网线长度达到390.6公里 稳居全国第三,世界第十 网线日关客流终会从目前的760万人次增加到820万人次 预计最高日客云量,中国超过1千万人次 我现在跟三号线加在一起了 所以在上班高峰或者下班高峰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措施来控制客流量 而广州地铁方面回应说 会对现有的服务进行提升 我们密切的分析到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变化 即时的调整我们的运力 包括了缩短运营的行车间隔 包括了这些客流的引导 包括了加密车班式等等 广东台记者中央报道 天草担心保心残,今天看见 深圳有一名男子在24楼降落 连下面汽车都摘坏 但是居然奇蹟生患 头晚饮酒,第二天开车出车祸 男子一样被查出,酒驾求速12分 男子一样